下一個是讓人更輕鬆專案先準備一下 大家好 我是Ronnie 我今天來分享 國會送一堆跟國會有關的一些東西 首先先讓我業配幾個國會相關的活動 今天雖然謝謝哲委已經幫我業配很多次了 但我還是要再繼續業配 就是11月30號下禮拜六 我們有個第五次國會送 我們目前每個月有一次國會送 就是希望可以讓對國會議題感興趣的人 每個月都有個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們這次國會送我們還有邀請到 報導者的檢疫會記者跟Reader的李又如記者 來分享他們在做報導時是怎麼查詢國會資料的 那也希望能夠激發大家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去更容易的去收集這些國會資料 怎麼來在GinniV裡面來做一些國會相關的轉案 所以感興趣的朋友可以來報名參加 好 再來另外一個也是一個開放國會黑客搜 在今年的12月6號跟7號 那6號是禮拜五 7號是禮拜六 那兩天的主題禮拜六這天主要是以分享為主 就是說會有一些像公都盟啊 或是像過去開放國會行動方案那四年是怎麼進行的 所以有找到像林昌佐 伊莎貝跟林維成 來分享就是開放國會的一些心路歷程之類的 那禮拜五那一場主要設定的對象是給一些NGO啊 或者是一些專業工作者去對國會 國會可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來參加禮拜五那一場 那禮拜六那一場的設定是公民科技的對象 就是它是黑客搜 就是那天會有讓大家可以來提案 然後一起來協作 你可以把你的跟國會相關的題目 帶去那邊來製作 所以如果對開放國會黑客搜感興趣的 就在下禮拜六以前都可以報名參加 那就越早報名越好 因為他額滿他可能就會就沒辦法再報名了 好 所以這是兩個活動 一個是11月30號禮拜六 一個是12月6號7號禮拜五跟禮拜六 對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好 再更晚一點的另一個業配 對 就是明年REST COUNT 就是也有一個就是美軍GNB參與者 美軍有投稿一個 就是說青鳥行動之後 那我們在國會透明度上有做了些什麼事 那這個演講會是中文的 所以如果對於REST COUNT 就是有報名REST COUNT的人 也可以就是把這一個Session 把它列為就是可能可以去聽聽看這樣 好 業配完後 那再來是一些成果分享 那首先是我自己有開一個公司 然後之前我公司就是有那個 接受WFD 就是英國的一個民主基金會的贊助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有 他有請我們做一些研究 就研究大家是怎麼使用立法院 資料的 那那個時候我就有找了Sandra Claire 小海三個人來幫忙 那時候他們訪談了12個不同的 就是研究立法院 就是有利用立法院資料來做報告的 做研究 例如說有立院助理 有記者 也有一些公民團體之類的 那時候有申出了一份報告 那這個報告裡面就有 就是他們訪談後 然後經過一些整理後 大家怎麼使用立法院資料 那立法院資料有什麼樣的 可以改進的空間之類的 那如果感興趣的話 這個報告是CC授權公開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裡面的內容 再去使用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自己在GNV社群就持續一直想要促進開放國會 所以我們有開發了一個就是立法院民間版的API 那這API裡面我們就有把立法院的 譬如說議案 委員會 然後公報 質詢 還有IPO定義 像法律等 我們都把它變成API了 所以如果你是前端工程師 或者是你是資料研究人員的話 這邊都有API可以直接使用 那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不知道怎麼接API也沒關係 我們還有做一個介面就是 可以從這個介面中可以直接來操作資料 所以例如說我想要知道說 那個議案我想要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資料 那我就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輸入立法院 法院職權 就會看到說這些是跟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的議案在哪裡 然後這些議案譬如說這個是誰提的 我找一個 隨便一個好 好 進去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議案的一些進度 然後跟它的一些 譬如說關心文書法案對照表 這太舊了 所以沒有解出來 所以就是有很多立法院的資料 我們都把它整理乾淨了 而且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我們下面都會有 就是這個頁面用到API 所以你也不用寫爬蟲爬這網頁了 最下面點進去裡面就可以直接得到它的資料 對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 絕對裡面的資料很好用 然後想做一些加值應用的話 下面都有API可以自由使用 而且我還有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就是它在IVOD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還有做 因為我之前買了一張4090顯卡 所以我就一直持續的 在把立法院所有的影像都轉成竹字稿 所以基本上只要立法院那個自己撿出來影像 立法委員講完話後 然後大約過30分鐘左右 這邊就可以看到AI的主制稿 然後所以你也可以點到這邊 然後就是看這個片段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如果對於 研究立法院感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玩這個 好 所以 對 那最後就是歡迎大家 就可以加入LI.S這個頻道 一起來討論國會吧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Ronnie